好 在法国是接连恐怖枪击案之后 这个昨晚呢 比利时的东部也传出了警察跟恐怖分子枪战 至少有两个人被击毙 当局就表示这群恐怖分子跟伊斯兰国有关 请看本台驻欧盟记者的报道 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反恐行动 维尔维尔在晚上枪声大作 警方包围恐怖分子藏身的公寓进行围捕 恐怖分子开枪试图攻击警方 警方也展开回击 在这次突袭行动中 至少两名恐怖分子遭到击毙 当局表示这群恐怖分子 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所关联 并且准备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他们日前从叙利亚回到比利时后 就已经被警方密切监控 比利时将全国的恐怖威胁警戒 升高到第三级 加强戒备 就在同一天 比利时警方也充公逮捕另一名嫌犯 该嫌犯涉嫌犯受军控 给发动巴黎恐怖袭击案件的 恐怖分子之一 库里巴黎 警方正在进一步厘清案情 新唐人记者杨立新 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